嗨大家好 欢迎收看最有感觉 我是杨阳 现在来到了成都的宽窄巷子 刚才走了很久的路啊 现在已经肚子有一点小小的饿了 所以决定来实地的找一个馆子来坐下来吃点东西 我最喜欢的就是明码标价的东西了 刚才这里有一个小吃套餐的一个推荐是48块钱一套 基本上包含了四川的这些比较瑟瑟的小吃 凉面啊 伤青凉粉啊 叶尔巴啊 什么赖汤鱼龙超手还是各种 等一下就继续赶紧点粉 然后门口这个最吸引我的是 嗨 你好 据说在这里很多年了哈 它的筷子不知道能不能拿出来 好了 走了 现在就进去赶紧吃上我们的小吃套餐吧 走 Let's go 好 现在来到了点餐台 现在这里点菜还是先继续里边点是吧 好 先找个位置坐下 点菜单已经来了 叫晚来点菜单 看一下点一下什么吃的 所以我刚才已经在那里看好了 但是既然坐进来了 我还是要假装点一下菜 这里的吃的招牌菜有很多哟 每个小盘子里头都有 好啦 这个就是凉面了 你看要拌一下它才好吃 这个就是其中的一个包子 这个就是一个糯米汤圆 还有这个 这个也是汤圆来的 汤圆 这个就是伤心凉粉 伤心凉粉 知道为什么叫伤心凉粉吗 因为它非常的辣 辣得你很伤心 所以叫伤心凉粉 这个是那个皮尔巴巴 用这个叶子先包起来的 也是一个黄糖巴巴来的 然后这个呢就是那个超手了 叫超手 超手跟水饺还是有点小区别的 超手有点相当于北方的混沌的那种感觉 这就是水饺当地的一个水饺饺子 这个蘸料也非常的特别了 待会来尝一下味道 这个就是糖油巴巴还是什么这个名字 有点不太清楚了 但是应该是一个油炸的一个串来的 终于可以开吃了 赶紧来尝一下大块 这个水饺的那个饺子皮稍微有一点小小的厚 真是很筋道的那种感觉 里边加的是葱花的一个底料 然后这个蘸酱非常的好吃 我再来尝一下这个超手 超手是一个清汤的 可能是为了照顾一些不太吃辣的一些朋友 再来尝一下 它这个皮跟这个皮有点小小的差别 它的皮就稍微是比较爽滑一点 可以滋溜一下就感觉吃进去的那种感觉 然后再尝一下这个凉面 凉面的这个油蘸料 还有那个干辣椒放在里头 那口感非常的不错 再来一个伤心凉粉 吃一下看一下有多伤心啊 然后给它蘸一点料上 好 来一口吃 啊 倒不是很辣 但是最后有一股酸酸的 还是什么样的一个味道 让它吃起来有点 有点咸 有点太咸了 这个伤心凉粉 可是没有拌开 来 再给大家看一下包子 包子 里边是个什么馅儿 哎 这馅是什么馅儿的 我也不知道是个什么馅儿的 肉馅儿的还是菜馅儿的 好像是什么香菇馅儿的 嗯 它这个味道也非常的不错 我感觉 它的这个缝隙很足啊 吃起来口感很棒 太美味了 这个也来尝一下 这是死巴了 这个吃了很饱肚子的 嗯 你看是有馅儿的哦 什么肉馅儿来的 忘了吃不出来味道 48块钱 整个的一个套餐 也可以尝好几种小吃 其实是推荐的 而且作为女生小胃来讲的话 有很多一些糯米啊 什么这样的东西 它是很饱肚子的 所以48块钱是能顶饱的 而且这些味道也都非常的不错 有清淡的 也有甜的 也有咸的 各种味道搭配在一起 还有汤汤水水的这种搭配 也是非常的不错的 让你干的 让你那个湿滑的这些 都可以在一起吃 推荐啦